英威廉王子勿巴勒斯坦主席 叛中东永久和平 英国威廉王子今天访问约旦河西案 会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深切希望永久和平降临中东 这是英国王室成员首次正式访问巴勒斯坦领土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 在雷马拉市、罗摩拉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部 获得高规格红地毯接待 并有乐意对欢迎他 威廉王子会宪阿巴斯、马姆德贝斯时表示 我非常高兴我们两国如此密切合作 过去在教育和救援工作上获得成功 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他又说 我的感受和你们一样 希望在这个的区可有持久的和平 威廉王子随后前往雷马拉市附近的 贾拉佐尼、Jolazon、南民营 走访联合国在当地运作的一间卫生所 以色列总统李弗林、Ruven Rivlin 昨天公开要求威廉王子带和平讯息给阿巴斯 告诉他现在该找出方法 以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互信 我现在想要去述 我现在想要去运作的一间卫生所 我现在想要去运作的一间卫生所 以后我再想要去运作的一间卫生所